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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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找文獻之前 我要問一個問題 來 那個 靳傑 什麼叫做 關鍵字 關鍵字 你們告訴我 什麼叫做關鍵字 重點的字 重點的字 翻譯 關鍵就是重點 重點的字叫做關鍵字 好啦 還好啦 那好 如果這樣重點的字 那我問你 這裡面有哪幾個是重點的字 這裡面有哪些重點的字 重點字在哪 來 誰告訴我 隨便找一個同學告訴我 來 明仙 你告訴我 這裡面重點字是什麼 哪一個是重點字 工作滿意都是嗎 勞動情緒 是不是 研究是不是 連鎖超商是不是 好 我再講一次 工作滿意度 勞動情緒 研究 連鎖超商 四個 好 四個喔 哪一個不是 哪一個不是關鍵字 好 我再講一次喔 想想看 何一千在哪 哪一個不是關鍵字 剛剛我講四個 一 二 三 研究 四個 哪一個不是關鍵字 好 我再講一次喔 知道的舉手 你認為你答案是 沒有問題 我知道 關鍵字 哪一個不是關鍵字 我把四個 工作滿意度 勞動情緒 它是名稱喔 工作滿意度是名稱喔 然後連鎖超商 再來研究 四個 哪一個不是關鍵字 研究 還有 還有沒有 贊成研究不是 關鍵字的舉手 不贊成的舉手 沒有把握 不知道 舉手 那就奇怪 那不舉手是甚麼 全班只有一個舉手 是認為是關鍵字 研究不是 其他人都沒有舉手 那是甚麼 好 那我再問一次喔 那個 剛剛舉手 那個叫甚麼名字 藍燒成 蛤 藍燒成 我怎麼沒看到你 好 藍燒成 你為什麼認為研究不是 因為它查出來 它有一個關鍵字 它剛剛講 它剛剛講裡面有一個關鍵字 因為它查出來的東西會太少 太廣 它說 如果把研究當關鍵字 查出來的東西會太廣 聽出來沒有 意思就是說 其實關鍵字 關鍵字 現在很多 所有的文章 書籍 雜誌 關鍵字拿來張甚麼用呢 當查詢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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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我世界上有幾千萬篇 幾億篇的文章 如果說 我要去查 我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去的時候 我是不是應該 想辦法很容易查到它嗎 查到它的時候呢 我如果這一篇 我這一篇文章 我認為我的關鍵字就是 工作滿意 所以勞動情緒跟連鎖超商 這三個是最重要的 你要找這三種相關的東西 你只要把這任何一個字打進去 它就會把這一篇文章 呈現給你看 然後呢 別人也有很多這種文章 對不對 它也會因為你打這幾個字 相關它就跑出來了 所以關鍵字是為了查詢用的 非常好 南少城 觀念是正確的 所以連鎖 超商 工作滿意度 勞動情緒 是關鍵字 關鍵字目的可以當作查詢 如果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 我操作一次看看 我把網路裡面的這些東西 我要利用關鍵字去查 當然關鍵字查的時候呢 我可以用搜尋系統裡面的Google 可以用Yahoo對不對 可是這是一般常用的 我告訴你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網頁 然後呢 你也不一定說圖書館查 圖書館查有一個缺點 像我們學校圖書館呢 它會有校內使用 校外不能用 為什麼 誰回答我 為什麼校內使用 校外不能用 關鍵 為什麼我一些資料 校內能用 校外不能用 校內不能用 校內不能用 有一些是校外不能用 校內也不能用 為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誰知道 怕那個被駭客攻擊 被駭客攻擊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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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 這才是重點 智慧財產權 所以呢 智慧財產權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些是說 我願意不願意去開放 我只願意在學校開放 學校連結的網頁去開放 有的是因為智慧財產權 為了保護它 我用 價格 來保護它 我用 價錢 價格 來保護它 使用者付費 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來保護它 你知道我們 不要說別的學校 中華科技大學 我們把網頁加上去 我把它做上去 你等我一下 我們的 我們的圖書館 在這裡 圖書館進來以後 你看喔 電子網路資源 館長 這一塊呢 這一塊是我們學校買的書 我們是販賣的書 這一塊呢 電子網路資源 這一塊 是什麼 是我們要去用 每年繳費的 這個繳費 繳給所有呈現的 我舉個例子 資料庫 我進入資料庫給你們看 資料庫檢索 這裡 同學看這裡喔 這很重要 因為你們的 未來所有資料的搜尋 在這裡會比較多 好 我進來以後呢 有這麼多資料庫 有中文的 有外文的 有寄職院校共用的 有試用電子資料庫 有這麼多 很多 你知道我們一年 這一些 這一些資料庫 告訴你們 或者說你們猜看看 這一塊 這一塊 我們一年繳多少錢 中華科大繳多少錢 猜猜看 說一個數字 來 你起頭 說一個數字多少 一百萬 一百萬 來 多少 一百萬太多的 認為太高的舉手 認為很低的舉手 低 講一個數字 你說多少 五百萬 你今天回去 可以買樂透了 被你猜中了 我們一年是五百萬 光花在這一塊 每年它不是買斷的 是每年繳費就繳五百萬 很可怕的 非常可怕 所以你們要充分的利用 你們不用我們也要繳五百萬 你們天天在用 24小用 也是五百萬 那這裡面資料有些限制 譬如說 這裡面的資料 我舉個例說 像這裡 如果說你找的是 既職院校共同的資料庫 假設台灣經濟知識庫 這個你在校外應該連得上 應該連得上 或者說你只要用學校的網頁 一定連得上 它只要在校內做免費的 校外不一定 我不知道找得上找不上 除非你進入我們的儲書館 再進去 也許可以上去 直接進去可能沒辦法 它這個部分 你可以找到任何一個 你只要進來以後 你可以進去很多資料庫的地方 你可以看 這裡有電子資料庫等等都有 這裡有一個 你進入一個資料庫 你就寫開始檢索 就進去嘛 要不然 你覺得剛剛講 500萬 每年花500萬 好可惜 那你就到圖書館去登記 你跟登記說 我要圖書館的管員 幫我說明資料庫如何使用 他會找時間幫你講 講解整個怎麼樣使用方法 如果我用這裡把資料檢索 開始檢索進來以後 每一個資料庫都是這種方式去做的 經濟知識庫 我們進去基本檢索 進階檢索 瀏覽檢索 跟檢索歷史 基本檢索 就是把你的查詢字 這隻keyword 打進來 假設我打一個工作滿意度 我打一個工作滿意度 然後我查詢 有多少 有這麼多 然後呢總共只有兩筆 只有兩筆資料 是跟工作滿意度有關的 這兩個有關的我進來以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一個抓出來 然後看他的祥墓 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連結影像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談的是 災藥 要不要看災藥 要不要看災藥 看災藥目的是幹嘛 看災藥目的要做什麼 假設說 假設說 我現在呈現的 剛才只有呈現兩篇喔 如果呈現20篇的話 你到底要選哪一篇 如果免費 我每一篇通通把它抓出来 也许吧 可是你要印很多 你要看很多 那个资料一出来 可能十几二十页 如果你看摘要 二十篇摘要换过去 浏览过去 你就知道 到底哪一篇你要 哪一天你不要 有的根本跟你没有什么帮助 不是每一篇都有帮助的 专家一样 不是每一个专家 都是一定是你要的 所以你可以进来看摘要 然后像这个可以连接影像 假设摘要看过以后 我觉得这一篇不错 我把它连接起来 它就可以看出它的内容 内容会告诉你 工作满意度里面的一些说明 它的重点 它的意涵是什么 它包括的项目是什么 别人做的工作满意度 在这个类别里面 到底有什么成果 你可以去从里面抓出来的资料 这就是我们要去 文献要探讨的地方 一定要这样看 如果没有这样看 你是虚的 是空的 你只能看到一点 你自己想法去做 那不叫做专题研究 我们不能看自己的看法 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很多人给你的资料 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 民营化是改善绩效的万灵丹吗 从我国公营事业 民营化前后绩效变化的研究谈起 这是一个题目 很明确对不对 它就开始写了一堆东西 这里面有很多是跟工作满意度有关的 你去找出来 我现在不去一个一个找 我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找法 第二个 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回来 我刚刚讲说是基本的 这叫做基本的检索 对不对 如果说 我找的是很复杂的东西 我可以用进阶检索 进阶检索的概念是什么 知道吗 这里看到这里 这在你们电算机概论里面 不是有学过这个吗 有学过的举手 没学过的举手 通通都不会举手 问你们就很奇怪 这不举手 and over 或者举手 我写一个 来 如果说 这样比较不好 我用另外一个好了 好 如果现在是and 代表什么意思 有谁跟我讲 你会找到什么样的文章 你说 如果是 我的关键字 检索写工作跟薪资 然后这里写and 这选and 它会得到什么结果 这篇文章里面 会有工作 会有薪资的 才会出现 还是只会出现工作 只会出现薪资 工作薪资都会出现 有工作 有薪资 这个都在里面的 才会出现 这个意思哦 所以如果你检索的时候 你用这种功能 你就可以缩减了 你看哦 很简单的做法 来 假设 我用工作 去查询 得到几笔 143笔 对不对 如果再回来 进阶查询 我用工作 我用工作跟薪资 查询剩下多少 剩下16笔啊 我是不是可以 节省很多时间 我节省好多时间啊 140笔 40几笔的 因为我这样 查and之后 它变成怎样 16笔 我只要看这16笔 就是我要的东西啦 不是 刚刚是多少 我刚刚看错了 140几页变成16页啦 是不是这个 好 如果说 我再来回头来看 假设我用 over 会多还是少 会多还是少 会多嘛 有工作的也可以 有薪资的也可以 有工作有薪资的都可以 那当然多咯 你看结果是什么 155页 对不对 或者说 我们再回来看 我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也可以用not 这什么意思 有工作的我要 刚刚134页 但是其中呢 如果有薪资的 我就要删除 删除掉 跟薪资无关 好 那得到结果是什么 来看看 143变127 减少了嘛 如果你再更清楚一点 我把 而且呢 不是它 而且是什么样 我要查的是1992年的 2月到1996年的 2月之间的资料 我把这一个期限资料 我才要 其他的我不要 那不是更少 对不对 好来 我们再看看 查询的结果 没有 那里根本没有人谈这个 那怎么样呢 我们再把它 再往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再看看 这个题目在2000年 有没有人讨论 有了 2000年的时候 就有人讨论了 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吗 好 接下来 我再跟同学讲 这是一个 我们自己本校的资料库 所以你进去 我们的学校图书馆 里面的资料库 你可以找到很多 你要的资料 接下来 我可以告诉同学 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料库 你可以去看的 而且是 你在家里大概都可以找到的 是什么 你不是常用Google吗 Google的网页前面 加一个叫做Scholar Scholar是什么 Scholar就是学术的 Google把学术的网页 通通抽出来 所以你就很简单的 找到了这个 在Google的学术网页 Scholar 这个进来以后 你看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它上面写的是叫做 进阶学术搜寻 它是学术的搜寻 好 假设我在刚刚那个题目 打给你看 我们收拾 這些都是斜速的東西 看到沒有 看到了吧 雖然字小了一點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給你看 你就知道了 沒有辦法看 瀏覽器 放大在哪裡 前螢幕 前螢幕也沒有比較大 好 來 你看到它上面寫 工作滿意度跟生活態度之關聯性 以護理人員為例 然後呢 領導行為工作 自信工作滿意度跟離職倾向 這關係研究 我隨便點一篇進去 假設我點這一篇進來 這文章就有囉 而且我還可以怎樣 我還可以看它有沒有開放全文 如果全文的話呢 我可以看它全文 如果沒有全文 當然你就只好買囉 或者只好去 政大的社會 這個人文社會資料中心 或是國圖 國家圖書館去找這一篇呢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接下來喔 今天的部分我們大致上到這裡先告訴同學 然後呢 我會跟同學講說 下禮拜 我會有這種概念給你們 什麼概念呢 假設說 剛剛講工作滿意度跟情緒勞動之間的關係的研究 那我必須要找工作滿意度先找 找的時候我透過文獻的找法 也許有ABCDE一堆文章 這些文章是我看過了 裡面有一些是跟工作滿意度有關的 而且是跟我有關 我比較感興趣的東西 我就要把它寫在我的文獻裡面 然後呢 文獻呢 必須要注意到 文獻本身有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寫段落的 段落跟段落之間要起承轉合 這是下禮拜我要跟同學講的 那通常呢 我回來跟同學講 整理的重點 文獻整理的重點在哪 那個主題 那個主題的意義在哪 假設工作滿意度什麼意義在哪 假設內涵 內涵就是工作滿意度包含哪些東西 你要去探討的 最後呢 人家做的工作滿意度 有哪一些結果 它結果是如何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存在 或者怎麼樣影響存在 這是我們要整理的重點 我們下禮拜會再講一次 那今天的部分喔 記得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題目要定的時候 記住喔 今天的重點喔 題目要定的時候呢 你先找一個大概的方向 但是你必須要注意到 那個題目 它的主題有沒有呈現 它的對象能不能看出來 然後它的裡面 是不是可以更詳細 可以看到它的方法 甚至於說 一看就知道 有哪一些目的出現 目的有很多種分類 第二個呢 當你題目方向定好以後 你必須要了解說 我要去照一些文獻 因為文獻裡面看到很多知識 基本知識 那這些基本知識 要怎麼樣去整理 怎麼樣去抓 你可以透過關鍵字去搜尋 關鍵字要搜尋的時候 你利用網頁 利用其他雜誌等等 都可以在圖書館 或者剛剛講叫做 學術網頁 搜尋網頁去搜尋 好 那 剛剛 有哪幾個 呃 自己沒有被我點到名的 等一下直接出來 那其他的 我們就下課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